港铁条经理站的车门还有月台门一度关上 但又再度的打开 一整个早上因为民众发起的 瘫痪港铁部合作活动 导致整条将军凹陷几乎停摆 抗议活动是由反送中的民众 想借由塞爆港岛的方式表达心声 但他们选在了星期二早上 上阵明戴着口罩穿着衬衫的上班 族已经九点多了 他人还卡在条经理站无法上班 部分好心市民看到不少上班族 像他一样搭不上港铁 心情很焦急就出钱集资 让这些人可以离开 转乘其他交通工具赶快去上班 出钱的这些民众认为 不合作运动应该要面对政府 尽量不要影响其他人 港铁走经理也针对一早 港铁被瘫痪事件召开了记者会说明 但对于他们的行为 令到列车服务受阻 影响其他乘客 我们表示违陷 港铁总经理表示 他可以理解市民想表达意见 但也希望他们可以顾及其他人 不要阻碍列车的运作 总计今天上午光是乘客按下了 紧急铃暂停列车的次数就有123次 港铁在中午之后 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运行 我们下午的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